提起长沙 你只会想起茶盐月色吗 当然除了茶盐 长沙还有很多很多 来长沙怎么能错过岳路山 这里山脚有书院 山顶和远观相将 顿山沿途两旁 都是惬意的风景 作为今年美食出圈的网红城市 长沙的美食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除了超级文和友 路边小店的味道 也让我十分惊艳 地道的香菜 吃了就不想走 让我非常意外的是 城市里的生活气息 在江江边的公园里 漫步在小巷中 总能看到热爱生活人民的影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举此周最吸引我的 不是慈悲或雕塑 而是视野的壮丽辽阔 沿江漫步 夕阳就照在两岸的城里 眼中是一幅浪漫的日落图 此刻心中就充满了扩大质感 时间有限 有太多太多没来得及探索 这座热闹的城市 绝不止于景点或美食 长沙直至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